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占卜的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 我們先講講三角演義中 諸葛亮的神奇故事 諸葛亮神機秒算 能夠通過夜觀天象 來預測人間的事 從而運籌為押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 諸葛亮根據天象 預測的那些人物的命運 諸葛亮在荊州的時候 夜觀天象 看見象星穩樂 他說周瑜死了 等到天亮 將觀察到的天象 對應的人士 告訴劉彼 劉彼派人去打聽 得到的消息 周瑜真的死了 劉彼問諸葛亮 周瑜既然已死 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諸葛亮就說 代替周瑜領兵的人 一定是老叔 原來他已經發現天象的象星聚集在東方 他就準備以吊桑為理由 前往江東走一趟 照言納士 輔助留給 當時沒有電話沒有電報 又沒有即時通訊工具 諸葛亮通過天象變化 準確預知周瑜的死 還知道了老叔 將會替代周瑜的位置 周瑜臨死前 留了一封遺書給孫權 推薦臨時不久的老叔 代替他的位置 諸葛亮準確解讀了天象的御視 諸葛亮準確認了 屬中豪傑彭若 因為直言捉路了劉章 被劉章扁為徒弟 施以崑鉗 即是剃去頭髮和胡蘇 並帶上營居 後來彭若來到浮城 也即是現在的綿藥 由彭筒和法政引戰 見了劉比 當時劉比 正打算進攻落城 彭若提醒劉比說 我彭若怎會不知道地理呢? 目前軍隊前寨靠近浮江 若敵人挖斷霸堤 前後用兵包圍 那就沒有一個人能走得了 彭若又說 觀察天象 江星在西方派白星臨於此地 當然就有不吉利的事 請你慎重行事 於是劉比就派人 勿包負責進攻的將軍毅賢 王忠 要他們日夜用心巡邏 以防敵軍 屈斷堤崗用水渡貫 當晚敵軍就來進攻 果然 活足了準備破壞堤壩的敵將冷包 劉比設現款待彭若時 忽然接到諸葛亮猜遣馬良送來的書信 劉比拆開書信看 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說 諸葛亮也算太月數 知道今年江星聚集在西方 他又觀察天象 發現泰白星臨於落城分地 主軍帳稅會控多吉少 他叮囑劉比出軍徹而謹慎 當時旁統就暗自尋思 諸葛亮怕我取下西村 讀成大功 所以就故意寫了這封書信 進行阻撓 旁統就無緒自戰 對劉比說 我旁統也會推算太月數 已經知道江星在西部 上天誰像是說 主公應該取下西村 並不是主兇兆 我旁統也北尖天文 看見泰白星臨於落城 先前斬了熟杖攬包 已經認驗了兇兆 旁統勸劉比 不可疑心 可急進兵 在旁統的再三催促下 劉比引兵前進 結果旁統在落鳳波 被敵軍的聯戰射死 漢軍損失慘重 當時諸葛亮在荊州 適逢七夕佳節 鐵煙款待眾官 這個時候 他忽然看到正西上方有一顆星星 由天空垂直墜下 一直流光四散 諸葛亮看到 即時大吃一驚 他把杯扔了落地 掩免痛哭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慌忙問他發生了什麼事 諸葛亮說 原先他看到江星是西方 不離於軍師 已經寫了信給劉比 定足主公要他謹慎防範 想不到 今晚上西方罪下星星 旁統必死無疑 諸葛亮說完 就掩免痛哭說 現在我的主公 又要失去一隻手臂 大家聽了都感到很震驚 但也沒有完全相信他的說話 幾天後 劉比派人宋順利 說了旁統被亂戰射死的消息 關羽父子敗走墨城 被宣權擒獲 關羽和劉比桃園結議 發世輔助漢室 所以拒絕歸項宣權 關羽是一代豪傑 宣權非常棄中他 有以以禮相待 勸他歸項 主報左銜認為不可以 勸宣權馬上將他剷除 以免為禍無窮 宣權沉默了一陣 就命人殺了關羽父子 諸葛亮夜觀天象的時候 看見象星落在楚京之地 他知道關羽一定已經遭難遇害 劉比晚上丙足看書 忽然覺得神思昏迷 趴在桌上睡著了 他發了一個夢 夢裡的房間忽然刮起一陣冷風 燈竹熄滅又著返 劉比一抬頭看見關羽在登影之下 來來往往躲避劉比 劉比不理解說 我和賢帝李情同骨肉 為何要迴避呢 關羽就哭著告訴劉比 願兄長起兵 為帝報仇說恨 說完就消失了 劉比忽然在夢中驚醒 急急忙忙走到前殿 派人去請諸葛亮 為他解釋夢中的景象 諸葛亮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擔心劉比過於傷心悲動 所以遲遲未敢說明 關羽被殺後 劉比不理百官勸諫 執意預駕親征 討伐冬午 以報關羽被殺之仇 有一晚 劉比突然無緣無辜 心驚慾跳 寢惡難安 劉比就走出大帳篷 抬頭仰觀天象 看見西北方一顆星星 就像大鬥一樣 忽然從天上聚下來 劉比突然一陣心驚 連夜派人去問諸葛亮 這是什麼徵兆 諸葛亮回咒說 會折損一元大將 三天之內 必定會有消息 劉比按兵不動 突然視神品咒 說張飛那裡有人送了一封咒表 劉比一看 知道張飛遇害的消息 他放聲痛哭 暈倒在地上 眾官慌忙急救 劉比才騷醒過來 諸葛亮團兵五象圓 司馬爾只是堅守不出戰 諸葛亮跡路成窒 晚上走出營像 觀察天象 一看星象變化 諸葛亮好驚慌 對姜維說 我命在旦夕 諸葛亮在營像 奇陽北斗 他說 如果七天之內 主燈不滅 我壽命可增加一己 如果燈滅 我必死無異 於是諸葛亮在營像 用七星燈續命 如果成功的話 就可以多活十二年 諸葛亮連續旗陽六夜 主燈明亮不適 不過 司馬爾也懂得觀察天象 他忽然心血來潮 仰觀天文 非常高興地對夏侯巴說 我看見象星失衛 諸葛恐明必定有病 沒多久就會死了 司馬爾就命夏侯巴 帶兵去五帳園打探消息 在這晚 諸葛亮正在營像裡 踏哥報鬥 忽然魏妍飛步進來報告 魏兵來了 魏妍因為走得太急 腳下生風 竟然將主燈熄滅 諸葛亮嘆氣說 生死有命 不能再羊求了 諸葛亮神機妙算 知道命不久矣 於是安排系列後事 諸葛亮將一個錦囊交給楊儀 秘密叮囑楊儀說 我死了之後 魏妍必定會造反 等他造反 當你和他臨陣的時候 才可以打開這個錦囊 那時候 自然會有斬殺魏妍的人 諸葛亮臨死之前 命人扶起他走出形象 他仰觀北斗 指著一顆星星說 這顆是我的象星 大家順著他指的方向看過去 見到那顆象星 光色昏暗 遙遙欲墜 諸葛亮丁足揚儀 死後不要發喪 要做一個大陰 將他的屍身 安置在陰裡 並且將七顆米 放入他的口裡 腳下面點一盞明燈 軍隊要安靜遇上 千萬不要舉喪 這樣象星就不會墜落 司馬爾見象星不墜 必然會心驚生意 不敢強攻 然後各營寨就可以慢慢退兵 諸葛亮就以這個計謀 協助屬軍安全地撤退 和大家說完諸葛亮觀天象的神奇故事之後 我們再和大家談談 西方的星象占卜術吧 在西方國家裡也有占星術 認識占星術的人 稱為占星師 他們的地位都比較高 占星師通過天空中的行星的運行和位置 來推算運勢 占卜命運 1989年 比利時有一位名叫麥克斯的男子 因為感情不順利 就想找一位占星師 算一算他的感情運勢 他想知道 什麼時候能夠遇到自己的真愛 誰知道占星師在占卜之後 遺憾地告訴他 他這輩子將不會遇到真愛 此話一出 麥克斯又生氣又鬱悶 還未等他問原因 占星師又說了下一句 占星師對他說 最近一段時間他會出現意外 將會死於空難 麥克斯聽了占星師的說話 一面疑惑 因為他最近也沒有出遠門的打算 更沒有機會坐飛機 命喪空難 有些是無契之談 但是 畢竟是占星師的說話 看他一面認真 像這樣 麥克斯半信半疑 剛剛現在又失戀 精神頹喪 麥克斯乾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請假在家裡休息 他經常關門不外出 就連飯都叫朋友送到家裡 這樣一定不會死於空難吧 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 沒多久之後的一天 他正在家裡看電視 突然他聽到一陣 灰濃濃的聲響 他還未起來去看看什麼事 就看到一架飛機 直衝到他家裡 剛剛就撞到麥克斯的身上 麥克斯當場身亡 這些事在周易裡 稱為無妄之災 真是人在家中坐 飛機從天來 在家裡坐都可以無命 巧合得就好像電影劇本一樣 對於兒子死於空難 麥克斯的父母不能接受 他們要求比利時警方 必須給出合理的解釋 警方也如實表示了 這架戰鬥機不是比利時的 是屬於蘇聯的 雖然麥克斯沒有坐飛機 但是他確實是死於一場空難 這架飛機 並不是普通的民航飛機 而是一架蘇聯的米格爾-13戰鬥機 是當時越境到達歐洲的 北約國家的雷達 監測到這架戰鬥機之後 隨即派出了兩架戰鬥機進行攔截 本來想將它擊落 但是這架戰鬥機在逃走的過程中 燃料耗盡 剛剛就墜落在麥克斯街屋 這件事的發生引起了轟動 令大家再次相信 占星師是有預測能力的 甚至還有人認為 這位占星師很可能是一位預言者 於是很多人都花重金 請這位占星師為他們占卜 以上就是西方的占星術 隨便舉的一個真實例子 由2020年起 引起世界關注的印度神童 阿南德 亦是通過印度古老的 廢陀占星術 準確預言了 2020年的全球大瘟疫 以及全球局勢的變化 看來人間的變化 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 上天會通過天象 你提前警示人類 這些都是真實不虛的事 好像目前人類面臨的大劫難 大瘟疫 歷史上的先知 和得度高人 都早就提前在預言中 告訴我們現在的人類 並告訴我們 躲避瘟疫的方法 上天有好生之德 這是上天的慈悲 令我們每個人 在歷史的今天 為自己選擇未來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今天的節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節目 我們將會帶給大家 新的精彩預言 感謝你的點讚、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想 請點評留言給我們 拜拜 歡迎 任何人 在這部分 您 在這部分 不得 請點評留言 請點評留言 請問